我们今天这个礼拜把埃及讲完 就是景点就介绍完毕了 那下礼拜的早上会讲以色列复国 一个国家亡了两千年 居然能够复国 那个精彩的故事 下礼拜上午上完课 晚上就出发去以色列了 好 来 这一个就是我们这次的行程 从这边走进来 这个往这个是以色列 这边是约旦 然后这边就是埃及 那这个我们通通介绍过了 现在介绍最后的埃及这一部分 这个埃及 那一句话没有讲 基督徒一辈子 一定要去以色列一次 其中部一世人一定会去 以色列一次 你这样子的话圣经就看得很清楚了 来 这埃及呢 它是整个领土是包括尼罗河流义 跟西乃半岛两个加起来 放一百万平安工 但是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沙梦 来 这个是西乃半岛 以色列在这边 它旁边是约旦 西乃半岛 这边就是尼罗尔流义 这边也是沙梦 这边也是沙梦 它的同文价就是到这里 红色这一个 这一个 这样就是埃及 好 它人口有六千五百万 百分之九十都是回教徒 那这条尼罗河是全世界最长的河流 有六千七百公里 它是少数由南向北的 所以你们看 来 这个西乃半岛 这是尼罗河 你知道尼罗河从这边流上来到地上海的 所以上埃及是哪里 这里 这个上埃及 这里是下埃及 所以上下有点点到 这里面在看这个 讲上埃及是讲这边 下埃及是这边 好 这也是尼罗河里 你看它都 都市都集中在两岸 那埃及每年有一百多万个婴儿出生 所以它会造成贫穷的主因 但是因为他们是回教徒 不能够 他们是用节育的 所以这个婴儿越生越多 另外它受宗教的影响 所以有金字塔 那现在很多那个 特别是基督徒上的旅行者 他已经不带人家去埃及了 他认为埃及跟圣经没关系 所以他不去 但是事实上还是有关系 所以我们这次会去埃及 就是我们坚持一定要去 好 这个埃及它们现在有八十多个金字塔 那我们来看一看 埃及的历史 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是古埃及 然后第二是附庸 最后1953就变成末尔的时期 那我们来看看古埃及时期 其实我们常常看到在讲埃及的时候 一定讲什么王朝 什么王朝 第一王朝 第二王朝 第几王朝 他们古埃及一共有三十一个王朝 都五千年当中 有三十一个王朝 他会讲第几个王朝的法老子 三十一个 那把这个三十一个王朝 我们来分成五 分成九个时期 基本上他们是这样子 你们在读埃及史 他一定会讲说 旧王国怎么样 新王国怎么样 中王国怎么样 基本上是三个最主要的 但是旧王国时期之前 他们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原谷 还有一个朝夕 那旧王国跟中王国中间 有一个过渡期 中王国跟新王国中间 又一个过渡期 那就在最后呢 又一个两个期 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九个时期 他们是三十一个王朝 但是其实他就分在九个时期 他主要是这样子 第一王 第一王朝第二王朝这样子 在这边 到三十一王朝 来 然后我们简单来介绍 第一个是远古时期 这段时期差不多两千一百年 已经有人在尼罗尔附近基督了 而且他们发明了太阳历 发明象形文字 还找到很多东西 像这个东西 调色板 这个有形状 动物的形状 这个调色板 然后这个石头制的那个容器 还有柴桃 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这是远古时期 第二个时期 是由开始 就第一王朝开始了 这中间有差不多三百年 是这个纳梅尔王 那时候的不管是上一集下一集 很多小的那个欢乐 这个纳梅尔起来又把上一集 下一集统一起来 开始进入第一王朝 他把定督在那个孟非尔 那一张图就这么简单地表示 那时候下一集的国王 他是戴红色的王冠 那上一集的国王是戴白色的王冠 那这个国王把它统一起来 他就戴这个王冠 红白一起 那在那时候呢 统一以后呢 就有做这种漂色版 这个呢 不是在讲戴红色那个下一集的王 这个是戴白色的那集的王 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刀啦 还有那个回力镖啦 这是在丢出去那种回力镖啦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旧王朝 旧王国 旧王国是有三四五六个王朝 经过四来一次 这个这一段里面 旧王国诗里面很重要的就是 金字塔人面诗生下 穆乃伊都是这个时候开始的 这种三四五六这个王朝的时候 这个是第三王朝 亚瑟王 这一个王第一个开始做金字塔 他做的经常是这样子的 是阶段形的 这是第一个金字塔 第三王朝 那下去的第四王朝呢 那这几个国王就开始把那个金字塔给它改 改成什么 改成四个面的 改成这样子 正的四点椎体 它这四个面 这三角 四个面的三角形 很完整 所以这叫做真金字塔 这四个国王的金字塔 等一下会介绍 好 那另外第五诗集 像这些很多这种东西 是在偶尔通宜找到的 都放在那个地方 第五王朝 那个开楼的书记 还有这个王子的那个像 还有这个 还有他的家人 然后这个 然后这边 另外有一个和真人一样大小的这种东西 还有这种金鹰 还有四五 三四五六这是地 就是那个旧王国 接下来要到中王国之间有一个过渡期 这个过渡期就是头150年 那时候就开始一直衰弱就衰弱 完全衰弱割据 正确不稳定过渡期 过渡完以后 就进入中王国时期 因为我刚刚讲过 他最主要是旧王国 新王国 中有一个中王国的三个时期 现在进入第二个 中王国这个三百三十年 这个时候 这个闷徒克特吴起来 再一次把他统一起来 这个就是那个国王 那他的很多那个 那个东西 这个时候在博物馆都可以看到 十一王朝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他的支部 就是他的船 然后第十二王朝 然后这个也有这种东西做得很漂亮 好 那这个 在进入第三个 新王国的又一个过渡期 这个时候又是五正五 上台湾 那时候有差不多一百三十年 这时候呢 那旁边有一个希克索人就入侵了 那时候就是约瑟能够做宰相 就是这段时间 好 那时候你记得圣经有讲过 有不认识约瑟的人 有没有 就是这个 这希克索人是外面进来的 他统治了一段时间 那约瑟在那时候做宰相了 那接下来就进入新王国了 就是这个阿摩斯王起来 他把这个希克索人赶佐人 就进入第十八王朝 第十八王朝 那这段时间有差不多五百年 五百年的这个新王国世纪 那这个十八、十九、二十 这三王朝里面呢 这一个十八王朝最重要 所以你们在读埃及史的时候 只要记得这个第十八王朝就可以了 来 这就是阿摩斯王 他把那个希克索人赶佐 赶佐以后呢 这个第十八王 它开始有超三百年 这三百年当中有十四个华老 这十四个华老里面 有很多个都很出名 比如说第一个 有个女华老 就是哈特县普斯特 这是哪一个女华老呢 就是剪刀摩西那个人 那时候不是公主吗 公主一直剪刀摩西 那个摩西这个 他后来自己起来当华老 这个以前我们在出来提及讲过 这个我稍微点一点点就好了 他就是那个公主 他后来自己起来当法老 这很出名 他一起来说 因为他那个 他讲了一些神话 就讲 简单讲说他可以当法老 因为他是女的嘛 但是他要让很多人看不出来 所以就把那个胸部绑得很紧 把他胸部压进去 然后呢 又装呼吸 装了假呼吸 然后呢 就到那个 全埃及呢 就这样做浮雕 就把他的响动弄出来 但是胸部也稍微高一点点 那他的下面那一个花老呢 这个 听说这种女花老 突然一见就不见了 那下面一个花老起来以后呢 就把所有那些浮雕 浮雕有泥 那个泥 有点泥 测性的 那个一下 看那边刮掉 所以你现在到那个爱迪 有那个博物馆里面的东西 就浮雕 有一个东西浮雕 靠靠 就是刮掉的 那个就是那个虾 这个就是那个鸟娃娃 那后来 他接下去的就是一个 五度的摩西 第三诗 这个就非常强大的 那时候 他在爱迪的帝国 那个版本是最大的诗 后来有一个 这个比较妙的出名 这个最出名 另外一个更出名呢 就是图仁卡 这等一下你会介绍 所以在这个第十八王朝里面呢 有很多的很有名字的法老 那第十八王会开始 把这个法老 当作是他们君王的名称 端有名字 所以以后你只要听这法老 法老就是当作的埃及国王就对了 已经变成代名词了 这个就是那个 李华老 他又名字叫做哈学术 他就是捡到那个摩西的 那他死掉以后就是这个人起来 五度的摩西三世 这个呢 非常地厉害 而且他一直藏着里面 一直东征西法 所以把那个帝国过得非常地大 所以他们改叫做古埃及的拿破仑 这一个 好 但这个还有他后面到第十八王朝 还有这一个 阿曼诺美斯 这是大概三世 那另外里面有很多 这是介绍的十八世纪 那很多 十八王朝很多东西 那大概这个是他们人心官 王后的人心官 那好 到第十九王朝以后 第一个 第三个 第三个法老 叫做拉姆塞斯二世 这是他的太太 这个王后 这个光起来要呢 他有大师建筑 建筑什么东西呢 这个 布辛贝的那个大雕像 这个 卡纳克的大神像 这个可能有人都没有去过 我另外没有去过 但是你看到土 你就知道 哦 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 还有帝王土 因为 以前都是 以前的法老都是 建金字塔 金字塔其实就是他们的坟墓 但是 美斯 这个金字塔都被盗墓 所以他们就想一下 我们不要放在金字塔了 他就去找一个山谷 那个比较没有去的地方 他们就开始在那边 建他们的坟墓 那就是 那时候有六十几个法老 通通就葬到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帝王堡 这个 帝王就是这时候开始起来的 这个 这个如果大家有看到埃及的文龙人 就会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那一个 雅布辛贝大神 大巨像 这个很大 人这这么小 你看 然后这个 卡纳克神庙 这个 雕像 这个 都是这个时候 第十九王朝的时候 这个十八十九二十才会经过五百年 他们就是这中间的法老 几乎都葬在第五王谷了 就是 特别六十几个 就是这个 他们就是 找这个 这种东西 葬在这个地方 就 怕人家到墓 然后 他弄完以后 葬完以后呢 那外面再给他盖起来 让人家扛不出来 外面用石头 给他弄成 掩饰让人家扛不出来 但是 这六十几个法老呢 到最后 还是会被盗墓 只有一个没有被盗墓 跟你太后讲 只有一个 那这个帝王谷里面 就是被盗墓 那墓里面就是这样 里面的壁画啦 这个是壁画 还有里面的 里面还有石 石的画都有 就是他们里面那个石棺 好 那 三个王朝 以后呢 接下来 最后剩下一个转变期 已经到二十四到二十一王朝 所以有三百七十年 他们鼓励又开始衰弱了 所以到最后 晚期 这个有一个下巴卡 又把它平定了 但是没有多久 二十五王朝 那七年前五二五年 波斯王跟比西斯来打 把他们征服了 他就是二十七王朝 他是第二十七王朝 二十六王朝就是被他打败 那这个二十六王朝的后代 就后来一个复活 就把二十七王朝干掉以后 经过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个王朝 经过差不多六十年 但是呢 波斯又来了 又把他干掉 干掉以后 第三十就结束了 结束以后生下什么 就是第三十一王朝 三十一王朝是什么呢 就是亚历山大的将军 叫做托勒密 这个托勒密就是最后一个王朝 第三十一王朝 那这个托勒密还没有什么出名 更出名的是什么 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 Kleopatra Kleopatra 埃及言后 就是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但是其实那时候已经 已经是被那个 被罗马已经进来了 接下来就变成罗马帝国了 这个就是Kleopatra 埃及言后 埃及言后 好 在这一段三十一个王朝 我们叫做古埃及 所以你们 以后看到在谈埃及 谈他的蒂己王朝 蒂己王朝就是这些 我们刚刚讲的三十一个王朝 第十八王朝最聪明 好 接下来呢 就是刚刚我讲的 波斯来了啦 罗马也来了啦 后来回教徒也来了啦 托起来报国啦 到最后呢 到一九三年 才只为共和国 把君主废掉 进入共和国事情 这就是简单的那个 埃及的历史 好 那我们埃及 我们要简单介绍一些景点 第一个我们讲Kleop Kleopatra就是他们的省 省首都嘛 就是胜利的意思 是北非帝大臣 他是在亚洲 非洲欧洲的交界的地方 就在什么地方 开楼 这个西南半岛跟堂贝 那我们会介绍这个 属于斯寅河 会介绍西南半岛这些景点 开楼以外我们会介绍这附近 好 这就是开楼 开楼 那开楼啦 有一个新开楼 它那个小小的地方 这个地方 新开楼是它那个西南半岛的小城市 差不多三万公顷而已 他们因为开楼太游击了 所以它就弄了一个新开楼 把一些那些 把一些 弄过去那边 这是两千年之后通过的 新开楼 那这个新开楼里面 我们会去一个埃及博物馆 这埃及博物馆不是很大 但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一间 这个埃及博物馆是世界四大头骨博物馆之一 它在尼罗的旁边 它是1898年建 1901年落成的 所以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 那这就是大女进去 就看到这些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就是爱情的东西 好 那这里面有十万件的作品 的那个展示 但是里面呢 最重要的是在俄罗 俄罗 有一个图等卡 就是我刚刚讲的第十大王朝的 那个法老它的东西 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啊 因为我刚刚讲的 帝王府有 比如说是这个法老的墓 那之前有金字塔 以前是金字塔 后来这个帝王府 几乎所有人都被盗墓 那盗墓的人 不会留在 那个东西不会留在埃及 多数都输到国外去 所以埃及就觉得不对 我们国宝怎么可以都找到国外去 下面宣布 从此这些东西都不能出去了 那宣布完以后呢 1922年 去发现图等卡的法老的墓 所以它的东西 一件都没有跑到国外 全部在埃及 所以你要看图等卡的东西 只有它埃及 而且因为它东西非常的完整 它有五千个东西在这里 五千个东西 所以要研究这些的话 就是到这边看 所以非常重要 而且它的东西碰碰是金子 不是几码 你等一下看就知道了 所以它这些图等卡的这些东西 是他们的一级国宝 因为国外通通找不到图等卡的东西 这个图等卡的这个法老呢 十岁就当个王 19岁就死掉了 为什么死掉突然死掉 所以到现在还沉溺 为什么它会死掉 有人说 他们去给他看他的 他们去给他看他的X光 他这头怎么都好像凹游下去了 所以它是会被磨杀的 然后有人说 但他的尸体那个骨头脆脆的 人家知道他还在一起脏 他是不是摔下去被麻 没过气的 然后又说 他们这个法老是进行结婚 他有点毛病 有点畸形 他们的脚都轻轻弯弯的 反正到现在 还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掉的 但是他十岁当法老 十九岁就死掉了 所以他这东西很多 都是留在埃及 和他们一起过保 这是这个唯一没有被盗墓的 1922年才被发现 而且呢 他这发现时有点 他那 都是流传很多了 因为有一个伯爵 所以支持的 他拿钱出来 交给卡特探险家 进去去挖的 后来真的挖到了以后呢 没有多久 那个伯爵自己去看 但是他进去 一进去以后 他说 我还有东西盯一下 回去就死掉了 然后呢 没有多久 那个第一批进去 服务的 一个一个都死掉 最后卡特没有死掉 那卡特就是留下来 要描述他怎么发现的 他再活了17年才死掉 但是很多人都死掉 都是因为去挖这个墓 然后发现 那个墓上面有写一个牌子 这个图伦康有写一个牌子 你们来打扰我的人会不得好死 所以结果他们叫做 阿伯阿伯的咒语 这个 1922年发现的 这个就是图伦康 那他什么出名呢 他的 寡查 他的棺墓最出名 他的棺墓有七层 七层 来 他里面是木乃衣 木乃衣上面呢 又带一个金的罩 这金罩里面一定都看过 那个罩子呢 这十公斤的金子的第一层 这个以外面再包三层 人行官 沙棧 这个三层人行官 以外面再个石棺 动那个 那个发肠死的石棺 那这石棺外面再四层 这一共这么多层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来 这是在里面对不对 从外面讲好了 这就是第一层 第二 第三 第四 外面四层 然后里面呢 这是人行官 里面 人行官三层 这个红色就是那个石棺 花钢石的 那里面呢 是三个人行官 里面再一个木乃衣 这是他的木乃衣 木乃衣外面再加一个这个 你们看过吗 这是十公斤的那个面罩 然后这个图就知道 这个是里面木乃衣 加一个罐子 外面呢 一二三的人行官 就这样子 这个是那个花钢石的石棺 里面这个是木乃衣 一个两个三个 那那个 这种这外面的人行官 一个人行官就 一百一十公斤的金子 那他的黄金面罩呢 这个面罩呢 就是十点二三公斤 这些 这个木乃衣 然后一个一个 这都是 你看这红黄金 百几公斤的黄金 那 是啊 所以他没有被保护 这些东西还能够留下来 那怎么可能留下来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 人行官外面那个花钢石 一点五官这个花钢 然后这个就是外面那几个 外面那几个 其实它是木头 但是外面都包金子 外面包金 它不是整个金子 这个太重了 木头外面包金子 这通是金子 第二 第三 第四 这通是金子 那外面有那个守护神 你看这个 外面一看就是这样子 这个已经可以当车户了 这么大 那 那 那些东西放在 这个博物馆 二楼 整个都是土耿库的东西 五千多个 那他自己本身的木乃伊呢 他的木乃伊 还有一个木官 还有一个石官 现在放在哪里 帝王国家里 就是这几个花钢 其他通通放在 埃及博物馆 那里面 我刚刚讲的 五千多东西 包括这些 费力标啊 什么一大堆啦 什么碧银套啦 什么朋友啦 这个 像他这个 是他的国王的象 气属高高 那这个 是放 土耿库门的内战 他内战是一个一个 罐子放在的 这个 那另外这个也是内战 他在外面用这种 这种雪石膏的 那这是陪战的 那这个是他的手套 土耿库门用的手套 这个是他的凉鞋 然后这个是公主的内战 然后他的那个头 带那个木乃伊的头丝 好 那那个卡特 他 宣称 他所有在那边发现 最漂亮的东西 就是这个 这个椅子 这有丝头 塞亚陶 他的扶手是丝头 这个 他说这个是最漂亮的 我放大给你们看 就是这个 颜色非常漂亮 到现在已经几千年了 还是非常漂亮 这是他卡特的这种 最漂亮的东西 就是这个 然后其他还有那些 这是木 外面的木头 它是有彩色 然后这是他们香水的容器 这个香水瓶 然后这是他们在 躺的那个贵尾椅 然后这个枕头 然后这个还有神像 他们这个 这个狗子他们是 阿努比斯神 然后这个棋盘 这是另外十九王 另外一个木乃伊 这个埃及罗湾里面进去 都会参观 只有到最里面 原小小间的 那间是 法老跟王后的木乃伊 这几个 那这个 我记得他们十个上下 那个木乃伊 那区区大概好像是 二十五块美金 只有进去 看那几个法老 那些是法老跟王后 好 结合耶稣旧开罗 旧开罗里面 有一间 圣家族 宾纳教堂 为什么要去埃及 这个跟耶稣有关系 因为耶稣在西伊的时候 他们不是要逃避西伊吗 就跑到埃及 他们认为耶稣就是住在 约瑟 带耶稣住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这地方 这地方他们建立一个教堂 叫圣家族 宾纳教堂 那他的名字叫做圣撒基尔斯 你要下去的时候 他是在下面 左里下面 他有这些字 圣撒基尔斯教堂 他说这是圣家族 在这边住一段时间 他们来埃及尔就是住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下去就没有写 好 好 这就是你们教堂里面 这就是要下去 下面有楼梯 那另外有人说 好像耶稣 他们来住的时候 好像另外一个地方 是约瑟去工作的地方 所以另外一间叫圣巴格教堂 这圣巴格教堂呢 他们说应该是 约瑟与玛利亚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最后是住在这个地方 因为约瑟在那边工作 在这个巴格教堂里面工作 这又另外一间 但是一般是没有去看这间 只有看那个圣仙优史 好 另外还有一个犹大 犹大会堂 这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这间教堂 叫贝以斯拉会堂 他们埃及有二十几个犹太会堂 这间最重要 因为它里面发生什么 发现有圣经草本 有陀拉草本 在这个地方 这个教堂在这附近 这是这间 那他们认为这间教堂 为什么这一支教堂 在这个地方 因为当时 就是说法隆人女友 就是刚刚讲的女法隆 发现模式就是这个所在 这都是他们讲的 那都几千你懂 我们都知道 那建政教堂的时候 当初是要纪念这个天使长 李嘉乐 但是后来就关掉了 然后后来被犹太人买去了 买了以后他们去重建 重建要停来停来停 到1980年才开始 有闺库给大家参观的 那这个里面 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宝藏 他们发现了一些 那用很破旧的路包起来的 那是什么是圣经 是以前的圣经 希伯来文的圣经 那个所稿 还有一些旧业 那这些圣经 后来他们 本来是人家 他们留着 一直保留在那边 但是后来有一个人就跟 跟他建议 就送到英文建桥去了 就是建建 是他们家里面移到开罗藏经 圣经军 这些有的到很古老的地方 你会发现以前的圣经草本 这是一个 等一下才能讲 还有 好 那接下来我们会介绍一个吉沙 吉沙在开罗寺的另外一边 他里面就是金智塔的最出名 这边有超过十个金智塔 这一堂是尼罗盒 开罗在这边 他的对面就是吉沙 就是吉沙 那我们到这次去 以色友们特别跟他说 我们要在这个金智塔看邓光秀 一般其实人不拍这个东西的 但会让你去坐尼罗盒坐在船上 然后看个肚皮舞 我们说我们不看肚皮舞 我们要看这个金智塔 因为用那个金智塔当作 当作变形 有那个这个金智塔的灯光秀 好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金智塔 这个金智塔就是说 他们以前古代的那个埃子人 他们认为这个尼罗河 东边是生命的体验 西边是生命的终点 所以好像太阳一样 从东边进来西边下去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金智塔放在西边 好像太阳通通到西 所以在尼罗河的右边是开楼 这边是击沙 好 那这里面这个击沙这几个 那是已经变成四殿七大七景了 那金智塔我们知道 其实它是那个他们的墓 但是他们认为这个跟太阳没有关系 那他们为了要避人眼目 雷小卫弄几个金智塔那个 里面那个东西给你们看一下 他爬的是盗墓 所以弄了很多通道 贴几个检鱼 座鱼 弄一大堆 但是有没有效 没有效 还是被偷观光的 那历史上第一个金智塔 以后下已经4700元 但是这张金智塔 都现在还在 那你们会发现 他金智塔是用10块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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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会发现 它每一个平面 每一个平面层的石头的大小 几乎没有什么度差 它到了几百公尺 就也没有 那个石头也没有鞋 一直平一直平的 一直很整齐 而且相當堅固 包起來已經幾千了 四千多人還保留著 那他們這個石頭到底怎麼運上去的 怎麼建成這個金字塔 到了現在還是一個謎 還是不知道 現在科學這麼發達 你就要建一個金字塔見不出來的 他們當時我認為可能是用很多人力 用滾輪啊 用什麼繩子 幹崗啊 反正就是可能一個一個這樣 弄上去的 那這個剛剛我講的 卡士長是第一個做的 金字塔 它是階梯的 那接下來第四套塔的第一個 斯奈爾夫這個它又開始把它改良 但是它做得不是很好 必須說它做了兩個 好像有人認為它不成功 接下來第三個古屋 又開始建出來的就是現在看到的古屋 它的兒子 它的孫子三個人聯繫建三個 這個就是那個卡瑟 卡瑟我們現在第一座 這是第二座 你看好像有點失敗 這是他們認為沒有成功 後來這個雞殺這三座 金字塔就是流到現在最出名的 這個三座 老伯 叫做古夫 它的高是 那個高是116 那它的兒子要建第二座 不敢操壞它的兒子 所以建143 然後它的孫子就更小了 所以就三個卡 古夫 卡瑟 賣烤 就三個 爸爸 兒子 孫子 那其他旁邊有一些像 往後 公主 都在旁邊 那他們又發現 這個金字來了 前面它都有一條 這條路 你看沒有都有對不對 他們認為這是提到 可能石頭就是這樣子拉上去 推上去又滾輪推上去的 這就是三座 就連在一起 這個是第二座 這個看起來是比較高 但其實它高度是第二 第一個 古夫就是復興 這個 這個 最大的那個 你看人只有這樣小 100多公尺 這是晚上燒的 好 這個金字塔是最大的 它用230萬個巨石弄上去的 那個石頭有的甚至一顆就15公噸 那麼重 那它的長寬都是一樣 230 高是146 那他們 你看這邊寫的 它說要讓這個四個面 都很完整 所以每一個面的角度 都是幹嘛 51度 50會35秒 這是他們工程的字眼 好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古夫它只有它 在外面只有23年 但是你要建一個金字塔多久 你知道嗎 只有那個 那一條 路要送的那條路 就要建十年 十年那條路才建好 然後又把石頭一個弄上 弄上又要用幾十年 所以它可能根本就 還沒完成究竟 還沒 金字塔還沒好就死掉了 它可能是荒在別的地方 那因為我剛剛講的 他們有發現一個提到 一個提到差不多一公里長 那個提到很可能就是在運用石頭 那他們給它算 應該差不多十萬個人 然後他們每三個月 輪班八次 用十年把這個提到建好 然後再用二十年把金字塔建好 所以一個金字塔要弄了三十年 三十年 這就是他們提到 可能石頭從那邊推推推推到那邊 在那邊一個一個慢慢疊起來 那這個大進來這一個 啪啪的這一個 他們發現 裡面有三個墓 三個墓室 最第一個是在底下 中間還有往後的 然後往後出來以後 他們已經找到那一條路 裡面 在裡面喔 裡面有一個長廊 那個往後的墓 經過一條長廊 也有載過到皇帝那個墓 你看這個 來 這個圖喔 你看 它可以從這邊進來 進來 然後欸 這邊有一個隱藏的 這是一個隱藏的 這個是 往後的 往後出來要經過一條長廊 這一條 這路道 國王這個地方 這是裡面喔 有沒有 那其他這個是皇后的 這就是那條長廊 從這邊 一直過去才能夠到 國王那個地方 這是國王那個地方 好 那其他有皇徽 很多 它有很多皇徽 旁邊外面 那 這個 平平的 這是貴族的 好 那是 爸爸 那兒子呢 又叫卡弗拉 這是卡弗拉 卡弗拉他 他最好認得 因為這個地方有一個 這一個 沒有掉下來的 這個 這個 那這個卡弗拉 他用兩個入口 兩個入口 然後斜坡上去以後 到最裡面 進去又彎來彎去 才到那個 浮沫的地方 這個地方 這邊一個入口 再高一點 一個在下面 兩個入口 進來以後 匯耳重生 進到這邊 才是埋葬的地方 那這裡面 這個階梯 就是那個墓的地方 這個是我們 24年前去的 這個 事實上都在看 那個比例 我們人只有怎樣 你看那個石頭 好 那旁邊有一個神殿 那 第三個就是孫子 是麥考拉 這是最小的 但是他真的很漂亮 他一個粉紅色 我要鋼匙 而且保持得很好 但是呢 聽說 這個地方 常常鬧鬼 每天到中午 會有那個 一個女生 在那邊有聲音 所以這個 黑警察就對了 只是 這一個 第三個 金字塔有出現 另外 在這個金字塔 他們有一個 找那個石關 或者這個石關 運去那個 英國的保護管 結果呢 在 那個 海岸 那邊呢 就撐下去了 現在還撐在那邊 這是 那個石關 沒有辦法運到的 英國 這個就是來的 比較漂亮一點 但是比較小一點 還是一樣 這邊 裡面有從這邊進來 到這邊 那這個地方 他有看到六個 有一個半 就是這個 六個 然後這個裡面 好 這就是旁邊 往後的 比較小的是往後的 好 那另外呢 這三個金字塔 以外 他們發現有一個 人面獅神像 這個人面獅神像 已經釋下優點了 這個 這個人面獅神像 這麼大喔 它是一塊石頭 組起來的 它有二十多公尺高 五十七公尺長 所以他認為 這一塊石頭 一個六十公尺長 然後上面呢 就一個 人面獅神像 那他們認為 這個像應該是 那個兒子的 卡夫拉的像 因為他也是 連在那個 他第二個金字塔旁邊 那現在政府呢 一直給他保存 然後慢慢給他保養 因為 你靠近一看就知道 那個人面 他的彼此已經不見了 而且呢 你那個地下 你肉的水位一直高起來 有些東西都已經開始 被你侵蝕掉了 那這個人面獅神像 太多人風化了 後來 他們 覺得 然後那個時代呢 應該那些軍隊呢 應該有把那個 那個 那個頭像啊 當作標靶的 練習打炮 打那個 槍 打高手炮 結果那個鼻子被打掉了 那呼吸呢 掉下來 他們給他放在 大英博物館裡面 這個人面獅神像 你看 鼻子不見了 所以他們那個槍 很準 好 那這個人面獅神像 還不錯嗎 花線 這個人面獅神像 他的 他這個獅子趴著嘛 對不對 他這個中間 花線有一個東西 這是旁邊 旁邊有個洞 這個獅子 人面獅神像 旁邊有個洞 現在你可以直接看 現在這個人當作許驗詞 其實這個洞 以前應該是一個 一個 第一個什麼像 可能是他卡古巴拉的像 現在不見了 就是一個洞 就是 這旁邊 這是廟 廟旁邊有個洞 這個洞 好 好 那 這個 這個 因為慢慢崩化這些東西啊 慢慢毀壞 所以他們呢 有一 1985年有一天 就那個肩膀掉下來了 所以他們也不行 這個趕快保護 所以他們就有個計畫叫 法老鼻子計畫 因為鼻子已經不見了 對不對 所以另外這個要怎麼樣保存 他們有這種在保護 另外呢 比較出名就是說 那個戈基亞 阿埃達 就在那邊拍攝的 這裡有看戈基的人 應該會看得到 好 那剛剛我剛剛講的 那兩個腳中間啊 他們發現 欸 有個石碑 這裡 你看 這個石碑是紅色花鋼尺 這個石碑你靠近看啊 這裡 它上面呢 有寫故事 有寫一個故事喔 什麼故事呢 就是說當時 其實 這個跟以色列的出外景 那時候應該是有關係的 那個法老不是 他 經過石災嗎 對不對 那他的 大兒子是不是通通死掉了 所以他的大兒子應該死掉了 對不對 那個法老的兒子 大兒子死掉了 那他 其他有很多兒子啊 所以到底誰會當法老 不知道 所以那時候有一個 還沒有 因為還沒有人當法老嗎 有一個兒子 他 就來這個地方 那時候呢 這個 人民事實上 是 掩埋在沙裡下面 鬼東西刷 都看掉了 都看不到 那他就躺在那邊 欸 結果人民事實上 就拖門給他 他說 你如果把我 這個 人民事實上 又重現扶起來 就是把沙通都清掉 讓我扶起來 你又被當法老 那時候 還不知道誰會當法老嗎 結果 這個杜德摩西 一世事 就開始把他欠 把沙通都清掉 這個法老就重現了 結果他當法老了 所以這 這故事寫來這個地方 這個 他還沒當法老 結果就是這樣 好 這以上是介紹金字塔 跟人民事實上下 另外 接下來還有一個太陽船 這很神奇的 這個太陽船 他們認為是 那個 法老這些人 可以坐這個太陽船 去太陽神 對 這是他們一種信仰 所以他們那個 這個 上上醫師很重要 那這個船 有十三層 那一隻船 十三層 一千兩百二十四塊 三五合起來的 那這個船 他們弄好了以後 這個 裡面 還有三百四十一個 那個一個一個格子 可以換石 石棺 石棺很鑽合 然後都用繩子綁在一起 簡單講就是這個太陽 這個東西 他們主要以後 用繩子綁著 以後要拆掉 拆掉以後 把它裝進去 那個 那個舱裡面 就是金字塔的旁邊 一起 跟那個法老一起送上去 那個 那個 西天那邊 對不對 所以發現以後 好 就開始把它拿出來 結果你知道 要把這個組合起來 組合一直的太陽船 組合多久 你知道嗎 幾十年才組合起來 你知道多厲害嗎 這個船 它是 因為當初把這個船 整個都結起 一塊塊把它放在那個坑裡面 放在金字塔旁邊 一個坑 到送過去了 結果他們 後來才把它 這隻船拼起來 現在你去看 那個船已經拼好了 他們就放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是他們埋 埋那個 船的地方 慢慢拼的 一個一個拼 一個一個拼 石頭 那個木頭 一個一個拼起來 四十三公尺 這麼長 那時候船 組合起來 就是這樣 就是太陽船 這他們因為 有那個觀念 好 另外我們要講西南 這是西南半島 這個 西南半島 我們會講這個蘇伊斯允德 蘇伊斯允德還要這幾個點 西南半島 伊豆爾 這些六萬多平方公里 那它分成三個部分 那第一個講 蘇伊斯允德 蘇伊斯允德 蘇伊斯允德就是這一條 這一條 這一條 這個蘇伊斯允德是 地中海跟紅海中間 那以前我講過 那個比特拉是 我也講過的 這一條一拿下去之後 比特拉就完蛋了 那因為他們要 從這個紅海 印度洋這邊 要送到地中海 只要送到一過去就好了 根本不要走 比特拉這邊過去 那這個國際蘇伊斯允德公司 那是1859年 他們動了好幾十萬個 IT勞工來開始挖 挖了十多年 才同行的 那這就是當時後 當時後照的照片 那全場197公里 從這裡到這裡 這個地方 這個港口到這個港口 195公里 那這個它的長寬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速度開快一點的話 整條要走完呢 要走15小時 但是這條路一通以後呢 這就是這條 他們一開始發現呢 使用信任呢 可以縮短到黑海 縮短了83%你知道嗎 本來要走19000多公里 只配上3000多公里的 去東京 反正現在節省很多了 但是聽說要通過那邊很貴 後來呢 埃及政府就把它收回來了 本來是那個水利益盒公司的啦 它有把它收回來 現在那個 就是很多收入就對了 但是這中間 什麼被關過五次 特別是1967年 這下一次大概要講到 就是六四戰爭的時候呢 被關掉八年 現在已經又開始了 1973年 1973年 當然收回以後 1973年又開始 這就是水利益盒 那水利益盒 它旁邊也關了一個隧道 就是這個 隧道從這邊進去 這個隧道裡面 這個隧道呢 它是4.5公里 它有那個 一步在一下 一步在外面 那這個隧道呢 它叫做AH Ternal 因為它什麼 因為1973年 那個戰爭的時候呢 那個工程師死掉了 那個工程師就叫做 叫做亞哈 就是AH 這條隧道也叫做冷明治 但是呢 它們開始使用 就慢慢的 有點勝水了 其他遭罪裡面 但是在日本 其實跟它們幫忙 現在已經補落 已經補好了 好 那旁邊這邊 西南半島 我們聖經有提到一個 馬拉 這個地方 他們出外集 從這邊出來以後 下來就是到馬拉 馬拉 乙林 然後到西南山這樣 這個馬拉 就是這個地方 馬拉是 一個苦水對不對 所以摩西 這個數字丟下去 就變成那個鐵的對不對 所以那個景現在還在 這個景 但是現在是很多水 但是 是不是這個景不知道 因為那邊有十幾個景 這是我們 那時候回來看 你看迷起來這個年紀 好 這就是它放一條 一共有多了 現在有十個 那聽說 然後我們曾經到過這個地方 聽說了 好 既然他們出來 往下走 走到乙林 他們有那個中樹 這個地方 有十幾棵中樹 等等 中羽樹 不多 那 三子我們到這邊去 讓大家 下去 這小輩 這小輩 到天哪地方 你尿回來 所以這些樹才能夠 繼續長出來 你看 這邊有看到 好 接下來往下走到立輝殿 那個就是 就是因為沒有水對不對 他們就 就抱怨啊 所以摩西就 打石頭對不對 立輝殿 在這個地方 還不到西南山 這個就是立輝殿的地方 那可能就是敲整個石頭 好 接下來 最後到 聖凱撒林 修道院 這位修道院 這位修道院 就在西南山下面 這位修道院 又叫做 聖迦達利 修道院 為什麼叫聖迦達利 修道院呢 這聖迦達利是個女孩子 在這個西南山下面這邊 就是 聖迦達利 修道院 這位就是修道院 那個圍牆很高 那這個裡面有一個摩西景 就是摩西地道西伯拉的地方 那 這個是 那個修士丁 修士丁 修士丁大利叫他去建的 他後來改成聖迦達利 為什麼叫聖迦達利 聖迦達利是一個 埃及的女孩子 他後來變成基督徒 但是叫殉道 可是殉道又發現 欸 他的屍體不見了 有人說 把這個天使 把他的屍體 拿到摩西 那個西南山的最高峰 西南山最高峰 西南山最高峰 西南山叫什麼名字 叫聖迦達利峰 他海拔2642 但是摩西頂的那個摩西洋 只有228 所以比較海高 他們就傳說 欸 這天使把他藏在那裡嗎 結果有很多人就好奇了啊 後來有一些修士 就真的爬上去 所以 就有一項叫他們去 結果呢 他們登上去 就果然找到了 找到了 那谷口 就把佛羅帶下來 就放在這個修道院 所以這修道院 後來就改成了 叫做聖迦達利 修道院 那這個修道院 這個修道院 我們會進去 會看到什麼 看到 經濟 焚而不回來的經濟 這棵樹 現在還在 另外一個 人骨教堂 這個可能沒有參觀 就是他們所有修士 死掉的 通通放在這個地方 骨頭通通放在這個地方 在那個教堂裡面 另外 又找到一個 西南草本 四世紀的草本 這個就是南草本 這個就是南草本 福人留不悔的 另外呢 這個草本 就是他們 有一德國人 他一直要找 找這些草本 越找越好 他到這個地方以後 他在池外的時候發現 欸 那個修是怎麼 從那個拿一堆垃圾 要去燒 他一看 拿起來一看 欸 這個是那個 好像上面有寫字啊 結果 那是聖經草本 他趕快去叫那個 把那東西拿回來 結果他們就發現 你要這個東西喔 很重要 不給他 後來他千方百計 到一二十年以後再回去喔 才把這個東西要回來 後來就是這個東西 研究發現是 古代的一個超卷 是新約 特別是新約的地方 但是呢 這個 聽說這個東西很難去讀他 為什麼呢 他這就是 他那個是怎樣 是希亞文的 譯成的一個 叙利亞文 是耶穌時代 好像是耶穌時代 用那個語 那這些 因為這些東西呢 好像是 在寫在回縮的 你知道意思嗎 但是這個東西 它這個羊皮卷喔 是以前 這個以前 第四、第五、四、六的時候 上面已經有寫過了 但是到第八世紀以後啊 一塊烤烤的 把它刮起來 又寫上新的 所以等於說 這一份裡面兩成喔 所以他一直要去研究 這個東西到底 第一次寫的是什麼 第二次寫的是什麼 現在一直在研究 研究出來 他們會去 後來呢 這個就是 我剛剛講的德國那個 他後來很久 好幾十年以後 最後終於把這些草本 把它弄到手了 或者送給那個 那個 那個俄國 但是俄國也 也不很想要喔 結果就1932年 就把賣給他 十萬塊賣給大英博物館 然後他們就開始研究喔 然後2009 已經把這些東西 通通把它整理出來 他們後來發現一些 幾十年幾十年 2009已經 研究出來 已經公佈在網上了 所以有限制的人 可以到上馬檢查 就是這樣子 這個字反正你也看不懂 好 最後呢 我們就爬到 然後 要登西乃山的人 他們先坐一段駱駝 然後 駱駝到 一半停下來以後 直接走上去 就是可以走到摩西風 就是認為摩西 當初就是在那邊頂實踐的 那 所以這個 修道院呢 這個海拔是 155連 那你要爬到 那個摩西風是 2285 所以你要爬 735公尺 那 中間 前面一段 你可以坐駱駝 當然又停不下來 再繼續 後面要爬 這就是前段 左的 然後坐 過頭 你看我們校安 當時還很年輕 但是聽說 他坐上去以後 那隻落口 眼睛掉下來 都給他退重 所以就是上去 然後呢 落口坐到這個地方 全部人都要下來 要繼續所有人 再繼續上去 上去以後 他這邊有一個指標 這邊就是往摩西山 這邊是往伊利亞全 對不對 最後就到這上面 還有一個摩西紀念教堂 然後 這張是 當時 有公平的人在這邊 這是落筒在分享 他第一個到的 就在那邊禱告 後來回來又聽說 他禱告通通應願的 所以這次有 要什麼祈求的人寫好 第一個發動機的人 都會應願 這個就是 靠用摩西回來 到這邊就結束了 好 今天我們就結束到這個地方 那下禮拜 早上我們會講 以色列復活 然後晚上就 大家會記得 那下禮拜 那下禮拜